关心病患者坚持做到 四个不碰五个不要 心脏越来越好 第一不碰油腻 本身就有清淡饮食 这即使为了减轻胃肠道的负担 也有助于改善心肌缺血 第2是不碰烟酒 无论是烟还是酒 大量的烟酒都会刺激血管 诱发动脉中央硬化 更会加重血管狭窄 诱发冠心病 第3是不碰冷饮 原本寒凉的时候都会刺激血管收缩 会使血压升高 诱发心脚痛的发生 第4不碰甜食 这里所说的甜食是只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或者高热量食物 比如奶油 蛋糕 冰淇淋 含糖 饮料等 摄入过多会使体内的热量超标 脂肪堆积引起肥胖 则会使血脂升高 加重动脉中央硬化的进程 至于5个不要 第1个是不要吃的太饱 太饱会加重心脏负荷 加重心肌缺血 诱发心脚痛 第2是不要情绪贵意激动 情绪贵意激动会诱发心肌缺血 血压波动 恶性心理失常等发生 第3不要过度劳累 过劳会可能出现心脏供血减少 造成心脏缺血缺氧 还会表现为胸闷胸痛的症状 第4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 冠心病患者一旦体内缺少大量水分 就会使血液流动不畅 血液粘稠度增加 就会导致心脚痛的发生 但一次性喝水也不易过多 第5是不要受寒 进入冬天人体受寒冷刺激 就会出现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 使心肌耗氧量增加 可能诱发冠状动脉静卵 导致心梗的发生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